嗨,大家好,我是Pam,周未宜坏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怎么申请英国跟欧洲这一篇的PhD 然后分别是申请的时间,然后还有讲学金的部分 第2个是准备什么材料 第3个是怎么去找到这些program 第4个是怎么跟潜在了老师发第一跟这个封有限 第5个,拿到author中你需要做什么 这些东西都不是很detail的 然后如果你们对某一个地方特别感兴趣的话 记得弹幕跟评论告诉我 如果你对上面讲一些事情感兴趣的话 那就接着往下看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评论弹幕点赞,投币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里打一个小广告 我先来提升学指导服务 有高中、预科、本科、硕士还有博士 找一下隔壁的微信咨询 好,第1个我们要聊的是申请的时间 一般是3月到8月份申请9月份的这个入学 然后是9月到12月份申请1月份入学的这个program 但是一般来说PhD是没有一个很严谨的入学时间的 所以其实只要你老板跟学校同意的话 你什么时候入学都是可以的 如果我所知 针对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的话 讲学金的话有份President Scholarship 然后还有CSC President Scholarship的话没有学校不一样 建议大家参考官网 然后CSC的话 可能你要1月份之前就要跟老师沟通好 说我做这个 然后你给我一个offer 然后这个offer就成了CSC 那具体怎么走流程的话 大家还是要根据每个学校不一样去看 因为它的政策每一年都在变 所以大家都要去看一下 我不能够给你一个特别精确的回答 那下一个就是你要准备什么材料 第一个是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你个人陈述 第二个是cover letter 我不知道应该中文叫什么 第三个是CV with Zoom 个人简历 第四个是你的成绩单 第五个是你的final year project presentation 一般是5页左右的PP 然后这些东西 特别是personal statement 跟cover letter 是要根据你的项目 在基础上再进行一些修改 项目要求你的是什么 他要做的是什么 包括这个项目在哪个学校哪个国家进行 我个人喜欢的是这五个file 弄好之后 compile成一个pdf file 然后直接发过去给对方 个人觉得personal statement 跟cover letter 特别重要 建议大家也好好的去准备 接下来是怎么找到这些项目 其实分别有公开信息跟非公开信息 公开信息就是你们 我在网站上找到了一切东西 我这里推荐一个网站 叫做findaphd.com 那这个网站它有全世界 比较公开的 或是比较广泛的一些phd项目 除此之外 大家还可以上自己心理学校官网 然后去看他们有没有phd的vacons 然后一般有的话 就可以直接申请了 那每个国家也有自己国家 相对应你两个特别出色的phd 一些网站 非公开信息就是指 老师之间相互推荐 老师们也知道哪个老师最近在缺人 然后 在这个领域比较好的老师是 哪些服务科 你的这些研究方向 他都比较能了解 然后可能给你推荐一些比较靠的老师给你们 如果是在英国或者欧洲这边学习 或者甚至是中国的话 你都可以问一下那老师 那摸人说让他给你们推荐一两个老师 然后你们可以去跟他们联系看一下 主人之间相互介绍的话 成功率会更高 或者是学长学者们给你的一些信息说 哪个老师最有funding 哪个老师在招人 然后你可以给他发个邮件什么之类的 第四个是怎么去跟老师发第一第二封邮件 通常如果你没有任何准备 然后很不了解的情况 那你可以发音是 老师你好我是谁的谁 我的背景是谁的我在做什么 然后看到你的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然后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position 注意除非你是selfphone 不然不要提及放那个事情 第二个是如果老师对你有兴趣 或怎么样的话 那你可以把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couvelets还有final year presentation 什么的都发过去给老师看 可以push他一下说 哎老师要不要interview一下 但是如果老师不给你一回信息的话 可以隔两周给他发一次 因为老师可能会去出chip了 或是邮件太多了忘记回复你 哦对你第一封信的时候 你还要问老师你叫overseast student吗 那最后一个是拿到offer之后要怎么样 那这个的时候你就是要跟admissionoffice去聊 然后就推他给你一个cost 因为我们需要cost 或者unconditional offe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入职的信件 然后去申请签证 如果你是英国申请理工科的这些东西 我们是要申请ADES的 就需要两到四周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记性主动 今天时间讲到这里了 我知道不是特别的低差 为了视频的时长 我只要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你们对某些部分特别感兴趣 或者是想更深了解的话 不要忘记弹幕跟评论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评论留言弹幕分享投币点赞 如果你有没有关注我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